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畫一個布偶米奇 那現在前面有一個茶壺跟一個拔了 但我的焦點會在米奇的臉上 那我這邊呢就不會做得很細緻 會把焦點放在這裡 然後在處理背景方面呢 因為米奇的臉也是白的背景也是白的 所以我在刷水的時候 我會避開米奇的臉部的這一塊 那其他的地方我會刷水 還有黃色的瘦光面的這個角的部分 我也稍微避開來 那我們就開始上色吧 先打水刷底色 避開米奇的白色頭的部分 靠近暗面的地方都可以刷水 還有鞋子的這邊 其他你都可以刷過來做整體的 那其他要刷到水的地方 我們就刷到背景的地方 我們就直接整整打水 然後檢視一下有沒有都刷滿水分了 對 打好之後呢 我們要開始做我們的大面積的背景 背景在處理的時候呢 我會把它偏冷灰色 然後它的米奇的頭的部分 我們會讓它偏暖灰色 光是從左手邊過來 這樣我們沒有塗到的地方 它就不會暈進去 然後靠近下面這邊 這裡是影子 然後這裡又是明奇臉部的暗 所以我們把它染到是沒關係的 斜著地方避開來不塗到 縫縫裡面 因為衣服是深色的也不要緊 然後約到下面這邊呢 我也稍微淡一點點 然後再疊上影子 更深的影子的部分 然後米奇這裡也有一大片的影子 我們也可以先做 那記得稍微濃一點 它就不會跑掉 那就不會流向別的地方 或是把你的底層的顏色給吸起來 想要做一點布紋的感覺也可以 那我先把影子的部分弄好 這個是鞋子的暗面 板進去沒關係 然後我再加一點點布紋 這裡也可以有一些 那記得布紋不要都是平行平行 照片裡面顯示出來的感覺 都是比較平行的 所以我讓它有點促開來的感覺 那檢視看看還有哪邊的背景是不夠的 或者是沒有加到的 影子裡面也有布紋 所以影子裡面也有更深的 好這樣子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吹乾 吹乾之後呢 我們從後面的開始染底色回來 那我們就從它臉上的白開始 那臉上的白在畫之前呢 我們可以幫它上一點清水 白色的部分 那我們這時候 你如果染到那個黑色的部分沒關係 但是這個邊緣的地方就要小心一點 然後這個 這個的白呢 我會染那個暖灰色的 然後一個暖灰色的顏色 開始放它上 暖掉暖掉著的灰 因為鼻子啊 或者是眼睛啊都是深色的 所以這比較不用擔心說 那個塗到會有 會要避開來的問題就不需要 你就直接蓋過去就可以了 那記得它的立體感 染太多的話 你可以用你的筆稍微吸一下 吸起來 我們的基本的底色好了之後 我們可以慢慢的 就是等乾掉之後 再去疊 再去疊 慢慢的做 等次如果差不多的時候呢 就可以先停在這裡 停在 就是你覺得差不多的點上 然後我們就繼續接著做下面的 那兩個白手套 其實也是灰色的部分 然後不用打水直接做 因為它的面積太小了 一樣我用暖灰色的感覺去弄它 那有一些白喔 我們就可以幫它留下來 把它先染個底 這裡也有 那有個高光 留下來 這裡有一個量 留下來 其他的把它 暈染開來 那白色的好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先來做 那個 巴勒的部分 鞋子其實也可以先染一下 因為它是黃色的 保持乾淨的 好那我們就 先從黃色開始好了 黃色的鞋底 一個黃色直接過來 上 稍微暗一點點 上面有線條的部分 也是等乾的再來弄 右邊的 亮的部分 下面這邊是逆光 這邊也是逆光 好然後 這裡也有一點點的亮 開始加它的暗色進來 但是不能加橘色 你要帶點冷色進來 一點也不要那麼銳利 就是趁現在還沒有乾的時候 它就會自然的暈開來 接著過來 帶點冷色的顏色 好這邊 它會比它的手套來的深喔 多帶一些紫色進來裡面 繩子的縫縫裡面 應該要產生一些那個 斜地的部分 所以我這裡應該要塗到一點黃 然後就 再跳到巴勒這邊來 好 巴勒呢 它的瘦光面也是比較偏黃一點的 然後慢慢的加綠 細節等乾了再弄 這邊幾乎都是逆光 顏色更暗一點 尾部的地方 這裡有些凹凸 現在先做 可以做反光 再加個更暗的 差不多 然後再回過頭來 你做茶壺 茶壺的顏色呢 要偏橘一點 從蓋子開始 對亮點保留下來 慢慢調深 加橘紅色 加咖啡色 暗一點的地方 帶點紫色 層次下的影子 皮髮下的影子 面弄個反光 再加個更暗的 接著畫下面的部分 一樣 濃亮一點的橘色開始 一眼太瑞麗 暗一下好了 慢慢調濃一點 把手的地方你可以分開做 但你如果沒有把握的話 加點咖啡色進來 再更深一點 做個反光色 反光在用的時候呢 不見得都是 物體的 它的比較淺一點的顏色 你也可以 帶點環境色 譬如說860它很近 我帶點綠色進來變成反光 也沒關係 或者是你直接就用冷色調 直接用藍色系的冷色調來做 也沒關係 顏色才比較有變化 然後我們再把最深的 最暗的 的時候呢 補完反光之後 再把它畫上去 不要忘記 它的那個 皮靶的 把手的影子 然後繩子下的影子 上面如果還沒有乾 想要補牆 也是可以稍微再補一下 我加強一下下面的暗 我用冷色系 幫它疊上來 然後補嘴的地方 補嘴的地方幾乎都是 就是逆光 但還是有一點點的受光 在這個位置 然後慢慢的加深 很快速的都要接近到 冷色調裡面來了 因為它是逆光的 那中間不需要等它乾 就可以直接做了 嘴壺的部分啊 我沒有打算讓它形成一個焦點 所以它可以稍微有一點點那個 不清楚沒關係 塗嘴 那乎嘴這裡有還蠻多的影子 我來弄一下 帶點紫色 紫色不夠重的時候 加點藍 這裡有點推掉 補一下 還沒乾可以再補 塗嘴就好了 然後把手的地方 把手的地方 也跟乎嘴有點接近 它是有邊緣地方有一點點亮 就在這裡稍微有一點點亮 然後再慢慢的加深 往上往下 橘色加在一種程度之後 就要加一點咖啡 上面比較深 比較重 加一點紅進來也可以 橘紅色 紅色 這裡有比較亮一點 剩下這邊都比較深 再弄個更重的 更暗的部分 好 然後呢 我們就摸摸看上面 其實有點乾的差不多 我們來加一些那個嘴唇的顏色進來 我從淺淺的粉紅色開始 那粉紅色呢 我們只要水多一點點 紅的水多一點點 它就會變成粉紅色的感覺 然後下面稍微暗一點點 那旁邊就要再等乾一點點了 然後我們來做 我們看一下喔 頭頂邊緣的地方 是可以稍微做一下 那這邊的細節 可能要再乾一點才能做 那我們來做那個 它的黑色的衣服 跟它的頭上耳朵 跟頭的部分 那這時候呢 我的顏色就要調重一點 濃一點 雖然它是黑的 但它還是有 比較亮的受光的部分 這邊是比較受光的部分 先做 慢慢的往右邊 濃一點 那這時候你也可以 多加一點色彩進來 不見的都是這些灰灰的顏色 多也可以一起 帶一點其他的顏色進來 冷色調都可以帶 就左手邊這邊 比較亮一點 左手邊這邊沒有很 就是我在畫的時候沒有很濃 但是你還是可以分辨出來 它是一個黑色 因為我們是冷色的 在衣服的地方 手光這地方 然後多帶其他色彩 右手去 右邊這隻手呢 在逆光裡 所以比較沒什麼顏色變化 但我們還是要讓它有變化多一點 好 再來 繼續 你可以趁它濕濕的時候 再疊得更濃更深的 顏色進來 比如說 在它的下巴下面 應該照理說要比較暗一點 還有肚子的右手邊這邊 也是會比較深 那我們就可以趁這個時候呢 幫它疊 在它濕濕的時候 然後手的部分呢 讓它再有點立體感 那白色的部分 那個黑色的部分 差不多 那現在這裡都濕濕的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做 我們再吹乾一次 乾了之後呢 我再來把 臉上的這些 明暗呢 再分出來一些 那這之後不用打碎 我們就局部的做 比如說 這裡更深一點點 邊緣地方暈一下 吹焦的地方 這裡可以再深一點 然後頭上這邊 在彎進來的地方 這裡跟這裡也有一點點差別 在這裡我們這樣刷一點 好然後 手的部分 看看有沒有再加強一下 右邊按一點 這裡有一點點影子 手套的這邊 比較重 好了之後就把它稍微 暈暈一下 瑞麗的地方留下 其他都留下 其他都留下 好然後 不用急著吹 因為我們現在可以 去做其他的地方 可以做巴勒 好 一扣頭來做巴勒 巴勒的屁股的地方 那它的蒂頭簡單就可以了 我們的膠點要在米奇 所以前方的兩個東西呢 我們就簡單處理 然後水壺的那個 它的蓋子的交界的地方 我們可能要稍微做一下 要不然它沒辦法打開了 然後它的高度 這個的影子 繩子的影子 然後米奇的褲子 它是紅的 但它藏在裡面 它只有一點點的 看得到的 比較亮一點的紅 其他的紅都比較暗 就在這個地方 而且它的紅會跟 水壺上面的紅線有一點打架 那我們 讓褲子 深一點 然後讓水壺的紅色線 稍微淺一點 這樣就比較不會打架了 比較分得出來 然後我們紅色慢慢的加深 這個擺是手套的 手套的那個高光 所以要留下來 那裡面還藏了一塊 小塊的褲子 那這裡有繩子 注意一點 好 這裡上面的嘴巴也乾了 那我們就可以做一下嘴巴的部分 嘴巴裡面的地方 前方是比較受光的 所以你的靠近舌頭 前面的地方 你可以亮一點 然後慢慢的加深 再更深一點 變成紅紫色的也沒關係 好 然後我們的鞋子上面的線條 我們可以稍微做一下 這裡有一個亮的線 所以這裡有一個 要再做亮 再做它身上的 腳下的一條一條的線條 這裡還沒有完全乾 那我先把這兩個的銀子 稍微加重一點 在基底線的地方重一些 再把它帶開來 讓它變淡一點 肉質銀子 可以了 那我把繩子的部分做出來 繩子的地方 我讓它亮一些 先讓它有顏色 等一下再讓它加更深的部分 等一下再來加更深的 鞋子這裡也可以稍微做一下 拉一下線條 還沒有完全乾 好 那我們做一下 乾了之後 線條加上 然後米奇的手啊 手套這裡啊 這裡還可以再深一點 這裡也可以再深一點 這裡也可以再重一點點 都是 暈光的地方 不受光的地方都比較重 低頭後面 有個咖啡色的屁股 然後 這裡 我們做一下 差不多 我們可以做一下線條跟 鼻子 還有 那個眼睛的部分 先做線條 線條淺一點 好 眼睛的部分 這個眼睛呢 有做一個類似 亮點的感覺 凹進來 左邊只看到一點點 那這裡有一個鼻子 好 那這鼻子啊 它旁邊有一點點 那個 眼睛的部分 我們沒有 吹乾的話 它會暈開來 所以我們要做這鼻子之前 先吹乾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先 我看到了這邊 的型 有點不夠 所以我讓我的嘴巴這裡呢 再暗一點 然後 我可以把部分的影子 稍微 強調一下 例如說 這個旁邊的那個 暗的影子 可以再重一點 深一點 背景的部分 然後可以在這邊加強一下 耳朵靠近 靠近耳朵的地方 這裡也比較重一點 那其實我們可以順便把我們的那個 米奇的那個臉型 稍微修一下 然後就把它帶開來 還有這裡也是有一個暗 這邊 這個的暗 如果不伸下去的話 手套出不來 所以我們這個還是得這樣 其實這裡也有一小塊的暗 把它漸層暈染出來 有點瑞利 我不喜歡那麼瑞利 我把它弄糊一點 那這裡其實還是有 也是有一塊 這一塊暗了下去 嘴巴就凸顯了 我們再脆乾一次 我們要來做鼻子 脆乾後鼻子濃濃的上 還是要分一下亮暗 未來小 還是可以帶色 鼻子好了之後呢 手這邊也有 手套上面也有三條線 看得到的部分 然後呢 我們的舌頭下面呢 我們讓它有一點點的暗掉 然後繩子的部分 它的暗再加強一下 比如說在它的 右邊比較深 還有打結處 中間處 右邊深一點 下面深一點 在這個提法下面也沒什麼光線 所以它也會比較深一些 檢查一下 還有沒有哪裡漏掉的部分 那這樣子 如果沒有漏掉的部分的話 我們的武器 這張圖 就這樣完成了 然後呢 來看一下每一隻的位置呢 現在是比較適合 切在這裡 好 切在這邊好像有點太高了 我們名字不要切在正中間 好 正中間有點醜 你只要把它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所以如果三分之一的位置 在這裡的話 好像有點太急了 好 那我就把它寫在下面這邊 好 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大家